近日 著名心理学家李美锦 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表评论 点评热门电视剧繁花 他认为 该剧剧情乱七八糟 设置较为牵强 剧情结构存在明显逻辑问题 多个片段之间脉络不清 而且 多位主演用力过猛 装腔做事 没有真实演艺人物内心 整体给人一种不正常的观感 此条评论一出 网友们立刻炸开了锅 支持和反对声形成两派 各执一词 有网友支持和赞同李教授的看法 认为剧中人物的生活状态确实存疑 也有网友持反对意见 认为繁花总体观感很好 能引人入胜 他们说繁花的剧情设置很正常啊 可以引起很多年轻人共鸣 李教授 你有啥资格这么评论 我们把网友们对李美锦痛批繁花的意见归类如下 一 从观众的角度看 剧情好评引人入胜 人物立体饱满 繁花的剧情虽然开始几集是有些牵强附会 但随着剧情的深入 人物却逐渐开始立体饱满 生动形象 二 被质疑模仿美剧 剧中是采取了电影式的拍摄手法 叙述故事的方式不同于以往国内的电视剧 这种新颖的拍摄手法让人眼前一亮 为剧集增光天才 但也有不少观众质疑 是否在模仿美剧 三 演员装腔作势 用力过猛对于主演们的表现 观众的意见明显两极分化 有观众同李美锦的意见一致 他们认为除了胡歌之外 其他演员都装得过头了 演员给人的整体感觉 是为了演戏而演戏 从他们身上并没有看到真实的感情色彩 四 没必要耗时三年拍戏 支持繁花的观众认为 剧情的设置还是相对合理的 只要你用心认真看 定能看懂 反对生说 只要是女的就会喜欢宝总 这种自带主角光环的剧情 又难免落入俗套 更有网友声称 确实没必要花三年拍这部剧 明显是在炒作 总之 很多人不满李美锦对这部剧指指点点 都纷纷跳出来为繁花站台 但是也有不少网友吐槽李美锦 虽然他是知名心理专家 但其知识储备和阅历却远远不够 并不能理解剧集表达的意思 一千个人眼里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有多少赞美 就有多少诋毁 不过 我们从李美锦的观点看出 如何在商业剧和艺术之间寻求平衡 这也是文艺界直不断探索的世纪难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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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